堂堂游戏说说兆 赶紧跟我报一报 大家好我是二老 好我们继续回来这个超级大金刚 今天是第二关 上一期很多同学抱怨 怎么这个视频这么短呢 我还没有睡着就结束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游戏前面两关会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流程当然是要短的了 而且我打的比较快 所以就没办法就这么短了 你嫌弃比较短的话 你可以把这头猪先养肥 养肥的再宰 那么前面三关我会解说的快一点的 刚好我前面几天休息了一下 去办了大事情 聊了一下天的第一小关就过了 接下来这一关非常好玩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山车 不是这个应该是矿车来的 这一关可好玩了 这个超级大金刚系列的 每一部都有类似的关卡 那么这种关卡难度通常都特别高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明明前面的关卡都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突然间来到这一关之后 就难度抖扬提升 刚才那里也吃到一个字母O 这什么意思呢 前面还吃到了一个K 其实这是一个单词来的 那就是金刚那个刚的英文单词 就是4个字母K O N G 那么这4个字母呢 每一关都有的 如果你收集全的话 这一关就可以讲了一条命 那么游戏除了这种 讲命方式 还有另外两种方式 比如说这里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气球 这个气球你吃到的话 就会讲一条命 最后一种手段 就是收集到100条香蕉 然后你变成了一个香蕉王子 就可以讲一条命了 因为主角门的是猴子嘛 所以当然是喜欢吃这个香蕉 不过这些香蕉是可以继承到下一关的 他不需要在一关之内收集到100条 好这边差不多到关底了 那么本关的难点就是这种敌人 他会冷不烦的在前面刷出来 这个速度也相当快 如果没有进行提前被绑的话 光刻反应其实很难躲得过去 好又过一关 介绍来第三小关 这个关卡呢 没想是一个山洞 那么游戏里面的很多关卡呢 其实都很类似 有些时候呢 仅仅呢 可能就换一个颜色 所以有些时候呢 会让人有一些重复感 游戏的敌人的种类呢 也不是说特别多 但是就这么几种背景 跟这个敌人呢 可以产生出很多的玩法 好 那么刚才那里呢 地面上有一个轮胎呢 是可以推得动的 那么这个轮胎有什么用了 那么当然呢 是可以到达一些隐藏的通道了 这个游戏的系列呢 它是有很多隐藏的东西的 需要我们玩家去收集 然后呢 我这个流程呢 只是打个通关就完事了 不会去进行收集的 那么当然那些隐藏的地方的话呢 你要进去的 其实就是玩一个小关卡 类似于这个成龙之龙 从你去抓鱼啊 或者跳云彩那种啊 简历广卡一样 好 这么快又过一关了 好 下一关这个地方呢 还是类似于一个矿洞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确实是一个矿洞 好 那么这关呢 有一个新的玩法 这里呢 有一个木桶啊 上面有一个够的英文字母 碰它一下了 这个英文字母呢 就会变成停止 然后呢 这附近的灯呢 这个颜色的会改变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这样的 本关呢 有很多鳄鱼 你们看一下 正在睡觉的鳄鱼 如果啊 这个灯光呢 是绿色的时候 这个鳄鱼呢 就会行动 红色的时候呢 它就会睡觉 那么刚才那个木桶呢 就是控制这些灯的颜色的 所以本关呢 我们要不停的摸 那个够的那个木桶 做到这个就可以了 那不摸的话呢 直接跟那个鳄鱼战斗行不行呢 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那只鳄鱼呢 它是无敌的 你们看了这个灯光的这个时间呢 是设计的刚刚好的 几乎没有什么多余时间给你考虑 然后这边的话呢 需要推这个轮胎 这个有点危险 好 已经过了四个小关了 一般来说 每一个大关里面呢 有五六个小关 这一关呢 应该是第二大关的 最后的一个小关了 然后这里出现了一只老鼠 那么这个老鼠呢 是打不了的 我们只能躲开 然后注意这里上方呢 上面呢 有一个木桶看到了吗 这个木桶呢 应该是一个隐藏的奖励光吧 或者呢 是一些暗道之类的 问题呢 就在于刚才怎么上去的 其实呢 是有方法的 很多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桶啊 或者呢 有一些暗道之类的 这个呢 其实是这款游戏 启动的一个乐趣 你关云游戏的话呢 可能体会不到 你可能需要自己去玩一下 好 这里讲了一个DK桶 这个桶呢 我前面一直没有解释 它什么意思 这个桶呢 就是用来救同伴的 比如说你不小心受伤了 受伤了 你用的这个队员呢 它就会走掉 那么这个DK桶呢 就是用来回复这个同伴的 其实一个同伴呢 就等于一滴血 那么当然呢 这两只金刚呢 这个性能是不一样的 好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香蕉山了 香蕉山就是boss的位置 接下来 当然就是boss上的 boss呢 是一只鸵鸟 这只boss呢 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要利用场景中央的 那个轮胎弹起来 然后踩这个鸵鸟的头就行了 那么踩的这个时间呢 最好提前一点 我们要做一个预怕 要不然这个头呢 会缩回去 好 这个第二关呢 还是很短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